最近传出了很多起土狼攻击人或者是家中宠物的事件 上日在南加州柔斯密士特别办了一个安全须知的座谈 要求大家能够提高警觉也欢迎大家参加 南加州柔斯密市政府近日收到居民看到土狼的报案 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土狼 并且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家中的宠物 避免遭受攻击 他们将于3月29号周三晚间7点到8点 在柔斯密公共安全中心举办居家安全讲座 欢迎参加